你好 欢迎收看10月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秀林香港王梅贵因为被控贪污案 遭花莲地检署申请羁押获准之后遭停职 检察官起诉之后 花莲地方法院财地交保 日前向花莲县政府提出复职申请 完成了行政程序 在10月2号在秀林香公所二楼会议室举办了 秀林香第19届乡长复职布达交接典礼 并在县政府北区服务中心的主任尤黄明 还有代表会的主席骆彦琳 和秀林香公所团队伙伴们见证下 圆满完成交接 地方师生历经四个多月的运营期盼之下 欢迎政府民政处副处长吴金颖兼交之下 2号并且在秀林香公所二楼会议室举办 秀林香第19届乡长父子不达交接典礼 秀林香的王贵表示他回来了 在黑暗时刻 人间性光明会重新到来 他也不时地进行自己 莫忘初衷 一切为了幸福秀林 莫忘初衷 六大政策的面向 继续来为秀林香打造 更幸福更美好的部落 我想在这里 我还是要拜托我们的 莫连营营 莫主席带领的工作团队 以及田文才 所有的村长 带领所有的村长 以及公司组长 还有各位乡亲 你们的支持 我们希望 共心共力 打造 一起来打造秀林香的幸福 新闻下面代表会主席论议表示 国际这四个多月来 地方可以属于谣言士气 而这次我们会回复旧职 也破除了地方的谣言 今天王玫瑰厢长终于回来了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来个这样子 今天的日子非常的好 在玫瑰还没有回职 复职之前 部落的族人 真的是谣言士气 那今天玫瑰终于回来了 所有的各界的谣言 不共自破 导谈 希望玫瑰厢长回来之后 能够秉持初衷 继续为秀林香打拼 我们各位更感谢县长的相信 以及肯定 自即日起恢复原厢长的职务 并表示 从事也来为汪朱初心 他深信自身的清白 并且相信事法将会给玫瑰公道 向玫瑰表示 特别感谢各位长官来宾 在此致上 只要万分的谢意 在未来 必定能够更加尽心经历的 为地方相亲服务 让淑慧 共心共力 共创 修林香美好的未来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